亲爱的家人,大家平安 我是来自台湾的Joy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在新约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教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,反而永生 在这节经文贯穿在圣经当中 所要提出来的信息就是爱 上帝爱每一个人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 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他的荣耀及丰盛里 然而因着人犯了罪 使我们远离了上帝 但是上帝却从未放弃过他所爱的每一个人 为了你我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 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使我们再次被赎回 因此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生命当中的救赎主时 我们就不再被罪挟制 而是真正的在上帝的爱中得到自由 永生的盼望也活在你我的心中 亲爱的家人 还愿意为了你我舍下生命 只为了穷这万恶的世界中救赎你 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独一无二且宝贵的 阿们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